工研院的纤维剂纺织化学品技术组 是一群由生物以及化工专家组成的团队 除了与香港成大合作的项目 也正在着手一项与纺织染剂有关的计划 镜头上可以明显看到市馆里的水 从淡蓝色慢慢变成深蓝色 这是他们开发出来的微生物染剂 如果以台湾的状况来看的话 化学染料 其实染料并没有毒 是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需要靠特殊的中间体去反应 在台湾要生产都已经没有办法 因为它没有办法符合非常多的环境的需要 纺织的制成里 染疹是污染最大 也是耗水量最多的环节 因此工研院两年前开始以大肠杆菌 做菌种改植 再利用基因设计 强迫细菌吃进会产颜色的基因 变成一种会生成颜色的菌种 进而作为生殖染剂 降低染疹污染 我们如果用微生物呢 从第一关改植一直到发酵代谢 都是靠我们自己在实验室 甚至我们大量自己控制 所以我们感受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的稳定 像这一盘就是我们当初让它表现 可以生产红色染料的基因 那涂在这个盘子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说它整个盘子 大部分的菌都是呈现红色 目前他们成功已经设计的方式 开发出红色 黑色以及蓝色的菌种 而红 黑 蓝 三色还可以相互调配 变出十种颜色 食物染料在红色跟蓝色 还有黑色这三个颜色 其实是有生产上的困难 还有一些先天上的限制 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要补足 生殖染料的缺口的话 我们希望用可能可以用 维生物的方式来开发新的 不同的制程 虽然坊间常常看到植物染 同样是无毒低污染 但是以工业化的制程来说 植物染因为颜色不够 不容易上色 品质难以掌控 根本无法达到商业化量产的标准 一棵草不管种什么 一株要多久的时间 几个月 但是我们用维生物 从开始改植 一直到最后发酵 代谢 我们可能只要花个两天 一天 这就是维生物染剂最成功的地方 但是受限于市售的面料种类太多 并不是每一种布都可以用生殖染性 目前只限羊毛 蚕丝部分的尼龙材料可以染色